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重重 又来到我们一周市场回顾与展望时间 今天是4月28号2017年周五晚上 我们看一下上一周的市场的情况 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视频欢迎大家能够传阅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 或者说你已经看好多次 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欢迎能够传递给你的朋友们 因为希望这个视频因为这视频是免费的 所以希望这个一个简单的一个炒股的知识 能够帮助大家在我们这种华人社区里面 能够将这个知识能够普及化 然后能够让我们这样一个视频 能够造福造就更多的 在这个股票投资里面的投资大众 好那我们这个其他东西我们等下来讲 我们先来看市场的情况 我们先看美国这个大盘 大盘标普500呢 基本上还是一个牛市上升趋势 为什么你每个礼拜都还要讲这个图 因为其实这个都已经有点老掉牙 但是呢这个图是非常非常清楚 让大家知道说 这是一个牛市的一个图 就是从2009年到现在 2017年已经89年的时间 能然牛市继续 虽然中间有一些调整 上涨调整调整 然后上涨调整 但是呢基本上现在的话 还是一个牛市的情况 所以就说如果你要放空 或是看空的市场 千万是不要 因为你要放空那短线还可以 但是如果是长线的话 那肯定是就是 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图 这个是拉近的这个周线图 那我们大概看到就是说 上周是有点意外 我们就是是走了这个 我们所说的两种路线的另外一种 机会比较小的一个一种 那当然我们这种在这边讲 这个预测是预测 因为没有人能够说了准 就是说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呢我们就是一个中性的角度 来看这市场 那当然我们这个市场的趋势是向上的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英文常常讲说 surprise always to the upside 就是说意外常常都是在往上 那当然我们说有时候会向下 但是你看向下时间毕竟还是短的 大部分时间 百分之五十六十的时间 这个美国股市是向上涨的 那百分之二十可能是横盘 那但是呢可能下跌就百分之十 那你要take这个百分之十的机会呢 还是take这个百分之五六十的机会 所以这个要怎么做 其实大家都明白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上周 就是周线跳空 那我们大概看一下小时图 或日线图就更清楚 那跳空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标普 标普500 并没有突破这之前高点 而且今天周五还稍微下跌一点 所以到底再怎么办呢 怎么样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分析 那这个周线图的话来看的话就是说 只要不跌破2280 2240的地方 那基本上这个牛市继续 其实应该是没有跌破这个地方 2222 2220的地方 其实基本上牛市还是持续的 那这个周线整个趋势还是非常的稳固的 看一下在经典的图 日线图 日线图的话 我这边保留之前 我们所所谓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预测 那为什么因为我们 就说每一次有预测对或不对 基本上都是一个未来的参考 那我们就是说上周说 红色向下几率大于蓝色向上 那而且要突破这个2280 那当然能够过2260 对不起 我还挺多在2200 23 2360之上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上升趋势 那的确就向上跳空 然后呢 因为这个法国 法国这个选举的大选的一个结果 那周一的周日晚上跳空 然后就起来了 那也突破了这个2380 这个关键的地方 那周五的时候做点回撤 在2285的地方 228382 也差不多80的地方 做了一点回撤 目前为止 基本上都还算是健康 那我们下周的话 就是说 仍然看说他可能会继续的 有可能继续的回撤 那拉回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不要跌破 这个通道的上延 这个地方 不要再跌破2350 不要跌破2350 基本上 大盘就没有太大问题 所以 这可能是未来 就是一两周 或者是 如果没有大盘 下周没有继续往上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在上面有蛮大的压力 240 也是有蛮大的压力 所以 能够继续往上的 就是说 空间其实并不是很大 肯定是要做一个回撤 因为 这是一个股市的原理 就是说 当你这个修正的一个月时间 往上跳空 竟然不做回撤 就上去的几率是比较小一点 所以 我个人认为是有大几率 会去做一些回撤 所以 我们 这个所谓的简单的预测图 就是说 下一周 可能还是会有一个回撤的行动 然后 回撤看能够在哪里指稳 然后再 重新 就是 拾起向上的步伐 OK 这是未来的一周的一个可能性 那 大盘基本上横盘 是在过去一个月 左右是横盘的一个局面 一个 对 一个半月 都是 不对 两个月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 就是说 他在一个横盘当中 格局当中 那 基本上我觉得还会在 就是在这个区间 再回撤一下 再上去的可能性 比较大一点 就像 就像这样子 突破还有回撤再上去 那这个也是 这个地方 就在这边应该是回车 或者说 突破以后再回车再上去 这个是 就是比较 一个 一个正常的情况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小石图 小石图的话呢 我这里就没有做特别更动了 因为基本上路线是走蓝色路线 所以 既然突破这个上升通道 下降通道 然后呢 上去之后 那 我们就是说 阻力是在2400的附近 那那个支撑 第一个我们看 大概是2375到80的附近的支撑 然后呢 在 这两天 就是已经有 测试支撑的动作 所以 下周还是有可能 直接就往上去的可能性也有 那当然也有可能再继续做回撤 就是上下上下做回撤 所以 你跑到这里也不用太高兴 因为不一定会往上去 那 那可能就是说 还是会在这附近 稍微盘一下 做一个做一个盘整 那当然 就是说 还是非常 Bolish 如果不再不跌破 这个2350 2360的区间 所以我再把这个区间勾了出来 就是说 上面是2400左右空间 那这个的话是23 2375到80 是一个支撑 在第二支撑是在 这个2365上下 大概五个点 就是这十个点的支撑 这是未来就是一周要注意的几个区间 来看一下这个QQ是那个科技股的板块 大斯达克科技股的板块 非常的强劲 跳空 然后呢而且还收一个蛮不错的阳线 所以如果没有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这个明显的就是获利了结的话 那基本上他可能就是还会有去然后他持续还是持续往上的 那那这个或许在未来几周会回来稍微补个缺口 这是一个他可能如果是有稍微回撤的可能性的话 补缺口然后再上去也是一种情况 那再来这个是道琼 对这不是道琼 这是道琼 道琼 道琼 也是一样 结束的回调 你看只有压这个绿线 压压就上去了 那所以刚刚讲的就是说在牛市里面 surprise always to the top to the up upside 就是说非常的就是说他还可以横盘一下 然后继续往上走 以盘待跌然后就往上走 这个基本上是牛市的特征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小盘股 小盘股的话在今天有一点就是说profit taking 就是说获利了解 那小盘股比较难玩 因为他涨的时候很暴力 可是跌的时候也很暴力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他整来讲还是在这个横盘区间 那我们看下周能不能突破 或者是未来几周突破这个1414 这地方成为他继续往上走的一个就是动力 那所以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区间横盘 那这个盘盘已经有大概十几周了 从这个其实已经有快要四五个月了 所以区间座在这个小盘股方面 还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就是上升的一个趋势 但是呢有这种倾向 所以我们看下周能不能突破这地方 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深化股号也是非常bolish 他做了这个回撤你看我们之前所画的支撑 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到 但是差不多在这个地方踩点之后上去 那现在再来就是看这个 XBI 就是打差X跟XBI是小盘股 那72块是他的主力 那过的话74左右 那基本上他是一个上升趋势 所以也是可以看多做多的这个XBI 恐慌指数看一下他这个也是初一要之外 他竟然也没有到这里就下去了 而且周一是重跌 从从那个1415直接跌到10 那恐慌指数之前讲过肩顶 肩顶原底所以他不一定会有办法马上上来 所以可能又盘一阵子那大盘做完回撤 我觉得如果稍微就是说要的话 就是说他可能VIX可能会有回来稍微 Fill一下缺口 然后在这边继续的类似像这样子继续在盘 那所以下两周可能会有一些如果有回调的话 那VIX的看大概能够涨到1314496的话 造成大盘回调 然后呢小小的拉回 然后呢再这个再上去 这个是看VIX推测大盘的情况 那这个就讲了是预测 我们在交易上面 仍然要按照这个支撑阻力位 他的一个趋势来做 那不要因为说我可能说可能会下跌 所以就做空 那基本上我们就说整个仓位来讲 我们仍然应该是长期的仓位 还是要去看多做多的 短线领造做空没关系 那没有问题 那就是这个你的这个方向能够看对就可以 黄金我们很久没有看这个黄金的这个这个 Borish Percentage 那目前为止都算正常 百分之四五十那都是属于正常 没有太高也没有太低 黄金的话 就是说特别注意一下他的周线 EMA34周线是在1240 那1240 1250 特别注意一下这是一个牛熊分界线 我们之前黄金有一个修正就是跌破这个地方 然后他又拉起来 所以目前为止黄金还算不错 是重新启动上升趋势 如果能够回车到1240 1250的话 那会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就是拆点 当然跌破就没办法 但是如果在1240 是一个不错的拆点 我们看一下黄金的周线图 周线图的话 这边也是非常的巧妙 我们这个支撑阻力都完全没有变动 那上周突破 但是呢收一个黑头 我上次说黑头就代表要回调 所以你看这周就跌了 跌了多少 跌了1.61 大概跌了20块左右 那因为今天有稍微有回来一点 但是呢支撑1264 那还是有可能再跌下去一点 那下一个支撑就大概就在1240 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个就是比较好的盘整 在这个1240 1250附近的话 那这个对黄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一下 就是说这个是有可能是一个下跌 然后呢拉回 然后呢有可能再继续下跌的可能性 所以支撑所谓的这个 这个这个支损还是需要有的 那我基本上黄金现在是看大概如果这地方 就是1160 如果能支稳的话 当然它就会比较好的上升 如果不行的话 就差不多是1240 15 那如果跌破这个1230 1240的话 那就对整个就说情况就比较不好 那所以自己的位置都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看一下GDS GDS的话也是 他也是在做横盘动作 那没有很明显的就是说好像要崩跌的情况 还没有 那当然这个也是有可能是一个下跌的反弹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看他盘整的情况 有时候是这样的盘一段时间之后 他反而会上去 变成一个扭期 但是呢如果如果他没有盘好的话 那就会再下去 所以这地方会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支撑跟阻力 观察上去或下去的一个方向 我们再看这个小石图 小石图的话呢 在这个21块.68附近有支撑 那这个也就是在周线上 这个地方支撑 你看非常巧妙 这个价格是有记忆性的 不管这个多久 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地方 能撑住的话 那基本上他可以在 就是在这个区间做横盘 然后呢 刚刚讲的横盘之后再往上或往下突破 另外我们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的话 跟上周来讲没变 他在一个三角的一个凝聚的状态 那我们看之后他要往哪个方向走 那目前为止是一个回调的状态 最好不要跌破99 如果跌破99 那可能就是一个大的修正 所以这边支撑非常重要 那当然如果这边支稳的话 那有可能会往上走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原油原油的话 上周的确 在这个支撑线上守住了 48块 而且我上周有讲过说 47块是他的生命线 如果原油跌破47块 那可能会有 往下 42 39 35的可能性 那当然如果没有的话 没有站在47块48块以上的话 那这个原油暂时是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继续看这个多空的一个较劲 可能会较劲一阵时间 因为你看地方也搞好久 搞了大概三个月 那所以当三个月结束之后出来发现一个震荡 那就很活跃了 可是呢 同样的就是说他可能在活跃之后 会慢慢去平静 之后再选择下一个方向 这是原油的看法 我们来看一下XLE是能源指数 周线越来越不好看 所以没有站上这个 这个7170块 其实真的不好 所以我们就看了 就是说反正这个 做底需要时间 或者说他拉一个大洋线前 至少在这边盘了之后再上去 但是呢现在没有 现在基本上 一直被这个周均线压制 所以是比较不理想 所以XLE的话最好是现在不要去做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非常热 而且就说算是蛮弱的一个板块 刚刚这个是XLE的周线图 这个是XLF 是那个金融板块 金融板块的话 这个图非常非常的巧妙 上周大涨之后 然后呢 不管什么原因 什么加息也好 或者什么情况也好 本来是看金融继续往上涨 可是呢 你看他刚好卡在这个 我之前画的这个下上趋势线 你看一分不好 一分不差 刚好也在50天线 被卡住了 然后呢就下来了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所谓的TA Technical的讨论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些线都是之前画的 那画了 一旦画了 就对未来 会有很好的反应 所以这个地方都要特别注意 大家可以自己去画一画 这日线图 XLF 就是financial板块的日线图 那何旭而同呢 基本上这样的 如果突破这里的话 当然我们就可以看多 那或者是稍微盘一下 然后再上去 那如果是看跌的话呢 那当然不会缺口之后 还会再往下走 左肩头右肩下去 不过呢 我是没有那么就是看那么熊 我觉得是在这地方盘整之后 应该有机会再上去 但我们就是看 这未来几天的这个横盘的方向 以及突破或跌破的方向来决定 来看一下这个TLT 是20年国债的ETF 那碰到阻力 因为这个实质 上周讲过实质 有可能会产生回撤 或者是继续往上走 但是呢 上周是觉得 就是市场决定的往下走 那往下走呢 他这边有个均线支撑 121左右 那121、120都是一个支撑 所以下周注意一下 这里面支撑 如果能够站稳往上走的话 那TLT会有一个不错的涨幅 也可能会突破这地方 那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价格行为 因为这是一个大阴线 大跌 那反弹 然后呢上去 然后做回撤 那回撤就是说 如果能够站稳突破的话 那就非常好 如果不行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熊奇 那就再往下跌咯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的话呢 这个非常的 也是非常的符合TA的原则 好 上证指数这个就是说 你看我这个都是线都之前画好 而且它稍微下影线 所以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图能够自己画 自己去把它弄出来 那个虽然我并没有做上证的一个 这个指数 或者说其他不一定我每个都做 但是呢 TA其实在各种市场上都是符合的 都可以应用的 只要是交易量大 量够大 量小的都被人家操纵 那个图不准 但是呢 量大的市场 基本上都可以来 按照TA来做 那这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在这地方是找到支撑 就是在3100找到支撑 那反正我们就是说 如果支撑站稳 然后呢 能够上来的话 而且突破这个3200到3250的话 那当然它可以继续往上走 那当然这有时候 这个影线不一定是真的 有时候它继续往下跌 砸破 那这个这个通道就代表是失败 那就可能走这个我这个红色的线 往下走这个支撑 比如说到3070点的地方 然后呢 再上去或者说 再继续往下探底 这个地方走 或者比较大的修正 那我们这个地方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 这个听众朋友们 也如果做事上真的 就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通常下影线拉出来 都蛮是代表要往上走 所以 当然交易上的话 如果跌破底的话 那就非常不好 几率不大 但是呢 就是要注意一下 我们再看到这个 WIN 我们现在后面要介绍几支股票 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 牛的招 牛 这个拉回可以买进 大家自己看小时图 看这个日线图来做 那WIN的话呢 是这里有标号 因为有朋友建议说 能够把这个股票的名字写上去 那这个方便大家来看 那现在WIN的话 就会去的一个高点 这个阻力 那到这边下来之后呢 怎么样呢 他还是一个上升趋势 这个这个 开口 这个还是一个多头排列 所以呢 回撤也好 或横排也好 都好 那反正就是说 趋势不变 那所以 仍然就是拉回 继续买进 那 已经到了之前所说120的目标 那 他可以再继续走 我上次提到140 是他计算的一个 一个满足点 那所以呢 一直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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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阻力 如果能够突破这句话 都很好 因为他这个 多头排列 基本上会走一段时间 所以 只要有好的拉回 都是可以买进 这个WIN 另外呢 另外这股票是88 那个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话 也是 他这个 一直都在往上走 所以 拿着 也不要进行出出 买了 算有回调 也没关系 拿住 阿里巴巴的话 基本上 他在120 可能会有点阻力 现在是115左右 120左右 会有点阻力 那可能做点回撤 之后再上去 所以 就是 他可能随时会有一些回调 但是呢 回调之后 还是非常好 能够继续往上走 突破了这个109 上次讲过 109 1075 左右 基本上 目标是可以到 周线目标是 1160 160 所以呢 拉回 都是买进长线 160 现在是还在 110 115 所以还有 50%的上涨空间 所以 不要忽略掉这支长线 好的股票 OK 另外介绍大家几个标的 并不是下周马上买 但是呢 他拉回都可以买 因为他的周线都非常好 FGEN 就是FGEN 这是药谷 他的话 刚突破 这个27.30的过去的一个阻力 那下个目标30块 那 就说 也是一样 这个周线 急的突破 而且 一直在反复测 这个支撑 能上去 所以 只要能够 有拉回 就是一个买进的机会 那下一个目标 就是31到33 30到33 这附近 排版之后 这个股票会挺好的 这个 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这个是FGEN FGEN 这个都 我讲的都是周线级的 所以 可以拿一段时间 或者说可以拿着他 去买买卖卖 也都可以 短线你要做也可以 那 至少都是比较安全的股票 那另外一个是BX BX BX 它是 什么东西 Blackstone 就是那个属于那种就是 Financial Management 就是财务管理公司 那它的话 黑石 黑石 那它也是突破了这个30.46的一个 就是主力 那也是一样 它上面的主力有这几个点 但是呢 一层一层走 那 这也是一个长线 是可以拿的股票 那 就说幅度不大 但是它至少很稳 所以 这个也可以注意 BX 嗯 哎 怎么一样的 讲过了 好 我们看下一个是NOW NOW 也是一样 就是说上周 这周就是说这个礼拜 财报不错 然后突破了这个 还没有突破 差一点点 呃 上去就回来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能在这个区间 再稍微横盘一下 然后呢 呃 都是一个就是拉回买进的一个机会 这个也是一个属于新高的情况 那呃 也是非常好的股票 OK 那那我也可以注意 好 那我们呃 今天大概讲到这地方 我们呃 稍微就是有一点就是 commercial 时间 呃 刚刚讲到 请大家传阅这个视频 所以 呃 还有啊 要好好的study 因为我这个视频 呃 基本上是几年来的 看盘的盘感 所以 都还蛮准的 啊 失误几率 几率不大 所以呢 像推荐的股票啊 像 下礼拜的走势啊 每天的 早安点位啦 盘后小节啊 其实都 就是 就是 虽然简短 但是给大家一个 好一个方向性啊 所以 大家都可以好好利用 啊 另外呢 就是说如果大家 视频看不懂我在讲什么 或者说你有看看没懂 或者说有看一点点懂 一知半解 或者说 哎我的一些方法很好 可是不知道怎么用 或者说你 其实也知道 可是想要更清楚的知道 到底这个思维在哪里 那欢迎来上这个基础班 那基础班 从最基本的尝试啊 就是第一课 前面一点点的地方 讲开户 讲什么 然后这些简单的东西 那到 后来的 教你怎么画图 怎么画这些支撑阻力 怎么样的一些 看指标 看形态 这些简单的东西 还有一些 这个操作 投资的心法 比如说 这个心态原则 非常非常好的内容 然后呢 五堂课 大概七个小时的时间 就说非常非常好的课程 所以 大家就说如果有兴趣 上课可以过来 跟我报名 那 费用也非常非常便宜 我不知道你去哪里 可以找到一百块钱 学到五个小时 七 五堂课七个小时 这么好的课程 所以 在我改变心态 改变心意 要涨价之前 请大家赶快报名 五月八号是下一堂班 下一堂课的开课日期 如果想要来报名 赶快来报名 那我们另外 在这个视频是这样 就是说 你没有时间 没有区域的限制 你一个礼拜发一次视频 然后自己可以找时间看 然后呢 有作业 然后呢 也有这个 教学群 可以发问 或者说 我中间有一些 想到什么补充的东西 可以给大家 在里面补充的 一个这样一个群 讨论群 所以 再次强调非常好 然后以后 可能没有这个 deal 我想 太便宜 太便宜 没人要 可能涨价一点 可能大家会比较 感谢 贵的 贵的才有价值 太便宜不一定有价值 所以 大家要赶快把握机会 OK 那报名方式在这地方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你可以用PayPal Chess Quick Pay 银行转账 微信支付 都可以 那这个是我资讯 大家自己看一下 另外呢 我们还有终极班 终极班的话是更进一步的 就是说 能够教导你 能够自己 有独立操作的能力 给你钓竿 不是只有给鱼 给鱼吃了 这个不给你鱼就饿死了 那你有自己的钓竿 你这个晴天下雨 刮风下雨 地震打雷 什么 你都还是可以自己去钓鱼 所以呢 就是说 培养自己能够独立操作的能力 是最重要 在这堂课里面 那课程有8堂课 然后有超过16个小时 另外呢 有这个讨论群 那就是有给大家在盘中 或者是发问 各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 操作的一些提示 那 这个是终极班的课纲 大家自己看一看 然后呢 我们每天早上有早安点位 之后我们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更更进一步解释一下 早安点位怎么使用 但是呢 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使用方式跟原则 大家可以自己 pause 这个视频 然后自己看一下 那 每天还有盘后小节在大群里面 那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 还没有加入充当大群的朋友们 你可以 就是加我的微信 加我的微信 我的QR 然后呢 这个 我微信的ID就是 就是AI 可以自己来加 然后呢 如果你有Facebook 然后呢 你 纯粹只是看我贴的东西 那 可以加入我的Facebook 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自己记下来 那 每天盘后小节 就是给大家一个 当天的一个情况 跟隔天可能的方向 这是为了弥补这个 周末视频 一个大方向的不足 可能突然有些变动啊 比如说像上周啊 有意外走出比较 机率比较小的方式啊 那我们再怎么办 何去何从 那在盘后小节 会给大家一个解释 或者说在盘中 我也跟大家来讲 下周五呢 我会不在 全天不在 所以下周五就没有 这个 就是 早安点位 然后呢 没有盘后小节 那周末视频呢 我会 还是会录一个短短的version 大概 15分钟上下 那 稍微把 过去 就是下周的市场 跟未来一周的一个展望 给大家一个简短的一个点评啊 所以 大家还是有 要 有的干货 可以 可以用可以吃啊 好 那就大概在这地方 那我们现在周五啊 所以祝大家 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然后呢 跟家人跟朋友 哪个有一个美好的一个一个一个 周末跟 这个休息 那我们 下周 那我们再见